近期台湾警戒纪律败坏 而且有诸多丑闻传出 没想到警政署长陈嘉青针对了台北市松山分局之乱 史无前例要求北市警局长要交手机并且策谎 发声明的时间点也特地选在市警局召开记者会前半个多小时 这让台北市长柯文哲30号出面受访时 忍不住抨击 警政署整个过程已经没有经过司法程序 程序也并不正义 对于警政署相关人员寄出的调职以及惩处 柯P也坦言事前不知情 还大算不要趁乱安插自己人 警察局的高层你知道 包括局长等人 要交出手机 必要是要接受测房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就是程序不正义 一开口点出重点 听得出台北市长柯文哲很不满 还原前一晚过程 北市警局29号下午5点多 发讯息告诉媒体 晚间7点半开记者会说明松山分局之乱 没想到警政署却先出招 在记者会开始前半个小时 发出强硬措辞声明 警政署长陈嘉青已经亲自约见 北市警局长陈嘉昌 并要求交出手机 让刑事局见识还原 接受测谎 我跟分局长 愿意把我们的手机交给地检署 要对我们测谎 我也愿意 陈嘉昌坦然接招 但这已经是他在之前没说事发监视器 许人为删除后 第二度把柯文哲蒙在鼓里 直接来自警政署的压力嘛 所以就先做 事实上事先也没有跟我们讲 没先跟柯市长报备的 还有松山分局长林志诚被拔官 在我任内你知道 反正他们要吊谁就吊谁 从来也没有闻过我 爱不要趁乱安插自己的人 生气的时候不要下决定 再一句生气不要做决定 呼吁司法是国家最后一道防线 为了程序正义问题 柯文哲在港中央 记者女生面吴翔三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